BP界面 这边的话 1DG在蓝色方 而OMG已经换到了紫色方 感觉OMG这场有点 凶多吉少 当然了 刀妹还有南枪跟 引流之王 引流之主 然后第二个是鲁西安 对不起 南枪那是背景了 南枪那背景上面 而这边OMG是选择 扮掉了鸡兰 大树以及是老牛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可以看到OMG确实是 很针对1DG的套路 首先大树和老牛 就是两个上单的必半 然后季篮这边 自己选不到 那也得半掉 就是飞奔机选吗 对的 就是不给你1DG拿 而1DG这边也是 撂到对面 不会给他放的 所以是拿了 光头 跟上一场一样 拿了一个光头 Karl最后那波的团战 打的确实是比较亮眼 三杀 夸杀Q 很夸杀Q TribleQ TribleQ sorry sorry 秀一下我的英文 DoubleQ TribleQ QuadraQ PentaQ 我说成四杀了 对吧 是是是 强行加了一个 这就是跟Karl 平时关系比较好 经常吃货奇功宝什么的 直接帮他加了一个 哇这边大哥 居然选了一个蓝薄 蓝薄 蓝薄上单 这个也太不常见了吧 不过 你要按理论来讲的话 蓝薄打光头 还真蛮好打 哦 怎么说呢 光头是个战主英雄 对不对 对 蓝薄他也是个战主英雄 而且你看啊 那个光头的W 他不属于眩晕控制效果 他属于的是定身控制效果 所以他还是可以丢技能的 对的 他定到你 你虽然原地不能动 但是你可以平A 对 你可以放自己的 而对于蓝薄来讲 在他W你之前的话 你放了一团火在他前面 就不停地喷的话 那你就根本不需要放其他技能 对不对 所以说蓝薄其实理论上 线上打 光头还挺好打 但是 这个大招在团战当中到底怎么用 还是有待商榷 因为这个英雄现在的伤害被削了一点严重 你说蓝薄吗 对的 叫蓝薄 蓝薄 你们那边叫什么 蓝薄 蓝薄 你不觉得念起来比较可爱吗 可爱对的 蓝薄 为什么要念蓝薄呢 蓝薄 会让我想到一些 蓝薄 我知道啊 蓝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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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雨的意思 对啊 可是为什么不叫蓝薄 多么可爱啊 你们不是很爱 薄这个字吗 没有啊 我们很爱薄这个字吗 我最爱 我急功薄 但是那个薄跟那个薄 同一嘛 我的意思是说 这个一 好那这边看一下 EDG其他的位置 哇场场居然寄出了 我最爱的卡兹克 这是我的个人习惯 我最爱卡兹克 好这边的话 下路是老鼠配上锤石 纳美这场拿老鼠呀 是比较 纳美成名英雄了 老鼠是纳美成名英雄 我是非常喜欢的 喜欢这个老鼠这个英雄 因为我也玩ADC的 因为他在前一阵子 有一点久了 在削弱之前 就是他改模组 改模组之前 三秒一身 就是他的那个 读报他已经有 那个显示范围的时候 那一阵子我超爱玩的 是因为跑得比较快 很好逃跑是不是 对 就是人家不管怎么样过来 马上一身 绝对能跑掉 上单这边 EDG是选择了天使 而OMG这边 中单是选择了卡牌 打野是拿了 居然拿了皇子 下路是 依旧是大嘴和布隆 双方是 换掉了辅助 打击的布隆和锤石 打的是都比较好 这个有那个指向界英雄是吗 是的 好的 那我们现在 BP已经结束了 马上即将进入我们的游戏画面 那么广告之后 为大家带来今天的 第二场比赛 绞选择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杨茜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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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茜 就是藍色 我们叫未来战士 哦 未来战士 不好意思 然后我想一想还有谁 比较特别的 就比如说天使这个呀 这个我不喜欢 你不喜欢这个 不喜欢 哎 姑娘真的是不喜欢 我不喜欢啊 就是这样 就是让我看到我 想到你以前女朋友是不是 网上面有 没有 还是什么 我看到网上有一个那个统计 就是说 男生买电脑跟女生买电脑的区别 男生买电脑 首先要看这个电脑的性能 价格 然后电池的容电量 屏幕的大小分辨率 显卡 处理器 内存 因为没有固态硬盘 然后什么 反正一大堆都要看 然后女生看只看一个 好不好看 我懂你意思 这个电脑如果好看 我就买 哦 果然 一滴地之边 自己先行选择换线 弄死你的这个蓝薄 哇 直接就要点 这么凶吗 哇 一直打 诶 等一下会不会读报 有意吗 没有意到是不是 啊 没有意到 应该读不死 选择回家了 哇 这一波蓝薄就伤得不行啊 他第一个是没有想要对面换线 然后也没跟着打野 然后还会 因为老鼠一级学的是Q隐身 哦 对 他是隐身过去的 然后是给了视野 大哥是万万没想到 嗯 不然的话老鼠一级学义 他刚势必可以把他杀掉的 对 势必 因为那个独暴加上点人伤害 因为只有1级嘛 老鼠1级学了Q 他就学不了1了 当然啦 只能选一个嘛 对了 可是我觉得 在1人决策的时候 嘖 就很有趣 就是在这个Q隐先 或是1毒暴的部分 嗯 这一波 EDG上来就打了一波套路 不过也是挺好的 虽然没有几家人 那还是把 蓝薄逼也回家 不过EDG这边 主动选择换路的话 下路这条小龙 有点危险 EDG最好能在 接下来的两分钟之内 直接把上塔干掉 干掉之后的话 把ED路换到正常的蓝 诶 可是为什么我现在 都没有看到蓝薄在地图上啊 蓝薄 有看到他吗 蓝薄不见 他在这里 他怎么来到下路了 蓝薄是来到下路跟着 打野去清一下对面的野怪 也是没办法 因为他回线的话 更打不了 自己闪现交道 被抓一波就是必死 所以他们是决定要放 放上塔带小龙了吗 小龙还早 他们现在四个人 聚集在那里啊 小龙到 哦打了打了打了 果然 还是需要带一下小龙 他们是不想让对面 在把上路推掉之后 然后换到下路来控小龙 所以他们选择在之前 五个人直接拿小龙 EDG这边也没有插眼 还是要插了 这控不到呀 这怎么控不到 好 就是这样其实也还好啦 EDG7波的反应稍稍慢了一些 因为上单是跟着打野 一直在刷怪的 对 所以说其实这波 如果能赶过来的话 也可以打 哇 拿鸡直接是果断交了一个闪现 不然可能 要背锅 不然要背锅 刚背了不少 最经典就是那个 闪现过小兵 闪现过 我勾小兵 我是故意的 我是故意的 我就是闪现过去让对面以为我要打他们 其实我不打 对 线上打起来的话 要争论拼的话 卡牌是有点拼不过流浪 真的是这样 因为我们现在看流浪的血稍稍多了 我闪现 W控制了 三个人想抓 好的 第一滴血 first blood 这边是给了场掌 漂亮 这一个技巧 这边 是辅助 因为上路是老鼠打一个蓝薄 所以说辅助是果断 让ADC一个人在线上跟蓝薄对线 然后自己选择去跟着打野去干 因为是一个垂石 所以他在线上的干能力非常强 是一个 现在来讲的话 是比较老的套路 比较老的套路 在春季赛刚开始的时候就一直这么打 一直这么打 然后到季后赛的时候 慢慢慢慢的就变成了换线 但是一般不太会去辅助 不太会去多游 而是更多的是选择控视野控龙 再延伸到季后赛的后面就是不换线 那可以看到现在大家是想要围着老鼠怪兵弓 不过因为冰线有点后面 EDG这波用一个老套路打的 倒是发挥了奇效 哇大哥 大哥被击杀了 让你玩兰博 我让你秀 月道尔人很好用吗 直接把他杀掉了 我想问你 兰博到底是下面那一只 还是上面那个小小的 下面那个是机器人 我知道啊 兰博就真正的兰博 是上面那个很小的月道尔 然后他是拿那个杆子在操控那个 因为其实你看看美术图很可爱 他是一个很小的 他每个不一样的都有不一样的风情 而且不一样的风情 而且他最后死的时候会是一个弹的 那个弹出来的那个 弹出来的那个才是蓝波 下面都不是 我刚刚是学哈的教室 吓我一跳 我以为你在干嘛 这个弹量点的还是比较的快 好 天飞怪支援 两个又残生怪 这波打的卡牌有点生活不能自理啊 瞬间集合了五个人 要塔下长沙吧 对面也有四个 打切开出段 那应该不太能打 两个残血没能杀掉 如果这波塔的话 外面就感觉也能守不住 有点不太能守 不太能守 五个人 大嘴还是安稳在下路发育 消散 此时已经化身为大纳家 在下路不停的刷钱 抱歉 我可乐说 好的 那现在就胜利了 把塔收掉 诶 诶 有机会把塔收掉吗 应该推掉了吧 因为刚好看不到鞋 推掉了推掉了 买点 这样的话拿到上路这座塔 应该是弥补了一下 之前OMG刷掉 偷掉小龙的经济了 反超了一千块左右 诶 不到一千块 对的 因为其实前期小龙的钱没有那么多 如果是在 他们刚刚是在四分钟的时候就打了 对啊 如果是在四分钟的时候打的话 小龙大概就一百 四十块左右 一人一百四 对的 没有那么多其实 就跟一个推掉一个塔的钱是差不多的 对 因为现在小龙的机制是会升级吗 诶 我觉得他会升级这个点是还蛮特别的 而且关键是小龙升级不会变大 因为有个大龙 所以他永远都是小龙 就是很苦呀 就是明明升级了 结果只是因为钱变多了 自己的能力也没有任何的提升 诶 血量有变多吧 变多一点点 稍微变多一点点 就没什么用反正 对啊 就始终是被打的 诶 那 刚刚反正是想说 OMG好像有些优势 可是没想到一下要被 EDG要拉了回来 这波场上虽然拿了两个头 不过明显经验有减少呀 因为一般来讲的话 在拿掉第二个buff 也就是在 七分多钟八分钟的时候 打野基本上拿掉 buff之后应该是会到达六级的 因为他现在财务等领 呃这边025级 而场长更苦就有四级 刚刚我们看的时候就四级 现在应该是五级的 嗯对的 说明双方油的 前期油的还是比较的积极 虽然有效的油不是很多 不过 干凯他蛮积极的 对 而且EDG的两个人头 全部都是场长所带领出来的呀 也刚好都在他身上啊 对的 确实是有点带动全场节奏 OMG选择入侵也确 放了一个红眼 那个时间 这个时间点在红buff这边差别也不大 哦 为了躲这个Q就呈现 走 这边是把鬼步浇掉 还好这边真眼是看到了 无状态是开了鬼步 可是刚才那个 Goro的闪现有必要吗 他为了躲那个布隆的Q 那一波如果他不躲的话 大嘴用大招连续喷两下 把他冰在塔下的话 四个人一波就把红卡 也是啦 不过因为我觉得刚刚立命还有黄指的距离 还有一点远 对 可能就是你要黄指EQ加闪现一个大招才有办法 嗯对 所以说Koro还是比较谨慎嘛 对 就是怕背锅嘛 这一声 可是你这样子 等一下 如果人家又同样过来的话 你就很麻烦 天使他就只有一无敌 再塔下就只能等他几秒 但是刚刚卡白是已经把鬼步浇了 其实还好自己这个闪现骗了对面中单一个鬼步 也是可以的 还不错 上路辅助是 打野是保护一下纳美回家 哦开大了怎么办 天使 好的 天使这波走位很nice啊 他是在原地走来走去 让对面以为他很犹豫 对 结果他是直接准备点灯笼走了 这是说明他们两个的配合正不错 因为我刚刚也是有一种被骗到说 哎你你你真的放了自己生存 对我那一瞬间也以为是抠了荒 他这个来回的走位确实是 而且让对面一点措手不及 因为他主要是要躲一些技能 哎这边闪现走掉 床长E过来 身体的是W 能杀吗 被黄牌了 没办法 差不多 刚刚比较搞笑 就是其实这个心理是很容易揣摩的 就比如你在追一个人 对 你跟他在平行的位置 他突然往前走 你会往前追对不对 对 但如果他突然往后走了 你是不是也会定住 你在想你到底往后走还往前走 当你在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 对面又突然往前走了 然后你刚只没往前追的时候 他又往后走了 你就会觉得这个人是不是 是不是 然后呢 你以为这个人是必死了 已经放弃生存了 对不对 已经忘了正角了 突然一个灯笼他点走了 这真的也是对了 结果自己背完这边闪现上来 开W一波伤害 直接打到对面的脸 瞬间爆炸 完全弹杀 哇 人头已经来到3比0 然后这个人头 好像是被老鼠爆掉了 这个纳美 这个纳美脏的不行 真的脏的不行 没办法吧 闪现上来打了一套伤害 气势汹汹过来之后 他一 越来越 一个一 好狠心 把人头给剪去 而且他说来 而且他有解释的理由 我是ADC啊 对不对 我是中单啊 我也是Kerry啊 也是哦 那等下他说 你是一个后期发财 就让我吧 就是说反正我俩都是 同一阵阵阵的 就没必要相互 对不对 对 没必要相互的搞内讧了 对 好 这边是排下对面的真眼 刚刚那波小龙 第二条小龙应该是 EDG拿到了 是的 那现在 也没有打算要推塔 嗯 还早 以目前的这个节点 来看EDG稍稍领先了 2000块的经济 嗯 卷毛这时候陪优来中午 带了一下冰蟹 然后右边看到黄雪 还有布隆 也围了过来 还不错 看一下准备这么大 集合一波 这边是排掉了一个眼 我MG这边 看得出来是想打 打一些攻势出来的 但是 感觉不是很敢打 可能是担心老鼠的位置吧 嗯 老鼠现在回家了 确实地图上没有老鼠的位置 而且他们更多的是希望 可以抓到一些 以多打少的局面 然后强行打一波 但是EDG明显 不太给他们机会 很谨慎 非常谨慎 就是通常都会聚小 两个人在一起 当你出现在 离我200马以外的地方 我都闪现 回家 就紧急到这种地步 是啊 这个地上出现了灵魂 说明垂石是在附近 对 这个点其实我觉得在垂石想要去gank人的时候是还蛮尴尬的 很尴尬的一个点 而且很多英雄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就比如说末日 比如末日打野 你在线上打得好好的 你突然发现有个debuff 你被一个光环降低了你的魔法 就说明末日使者你旁边了 哦 就是末日使者 就是稻草人 哦 废提克斯 就做一个图像的时候就发现他在旁边 可是如果 如果没有那个眼的话 这个也会显示吗 会显示 而且猴子也有被动 猴子的那个 被动技能是 哎 今天先看一下 绕后了 我们状态慌了 黄牌切了半天才切出来 晕到呦 可是没有任何机会 一滴地瞬间集合了四个人 五个人 五个人 哇 这个是 花得非常刀的力 多 推倒一塔 想推二塔吧 其实可以推二塔 没有推 没有推 哇 真的是稳啊 一滴地 非常 非常的 你说是保守为主 因为上单 蓝博现在还没过来 还在上路推线 其实他如果能传统过来 这时候再扯 完全的来得及 可是你看 就算他过来了 也是一个五打四的局面 可是你蓝博 你让他的装备好 好可怜啊 哦 过来抓蓝博咯 你看你 不须帮忙 攤兵马 马上来抓 伤害感觉并不是太高 哎 这个 这个 这个虽然没勾住 但是 逼掉了大哥的闪现啊 卷毛反而很尴尬 交掉了闪现 三打三 传送传送传送 卡牌开大了 但是并不敢飞 因为看到对面有传送 就飞中路 啊 这一波OMG 这一波的反干 可有点无用功啊 有点可惜 而且卡牌是把大招叫掉了 顺势上推一波中卡 这就是什么天才 狠狼升级的W之后 他三段W 轻信还是蛮快的 勾到了 这个 要打吗 诶 这个 这个 这个大招 明耀这个大招 筐的 有点卖自己的味道了呀 这个位置就对了 不过还是 鱼肉 这边反打一下 从特意攻击一下对面的小伞 小伞没有蓝了呀 这就是任人鱼肉的一只大虫子 小虫子闪现上来 这个老鼠和虫子不愿意 那场战斗 哇 哇 站着不动 我隐身 哦漂亮 这个骗得很nice 纳美是原地隐身完之后 站着不动 然后看到对面小伞也并没有走 所以选择直接撤掉 小伞原地一炸开 其实小伞已经很聪明了 其实 就是说他在要爆开的时候 对面老鼠隐身了 他想的是 因为正常人的想法是 这个老鼠肯定会撤 对 然后我会找一个别的地方撤 但是他知道纳美觉得他会撤 所以他觉得纳美肯定是原地不动的 对 所以他就原地不动了 对 所以其实 散黄已经想到了很远的地方 就是他已经把纳美的心思 全部都很错了 可是没办法啊 因为他的隐形 对 因为他会 没有人攻击他嘛 他会有更多的选择 现在 没有攻击的话是3秒还是1.5秒 1.5秒 进入隐形 1.5 也是 也是3秒吧 现在是被攻击之后是6秒 就是最久6秒 对 被攻击就是6秒 就是你 被打到最后一下 间隔多少秒之后会进入隐形 就是 如果你被打到了6秒之后 你一定会隐形 不是说你快6秒中了 你被打一下 你就被隐形了 不是 我知道这个意思 我是说 因为你被打一下 因为你被打一下 他进入隐形的延迟时间就拉长 拉长了 对 这边下路被抓 纳美这个时候杀了一波 气势更凶啊 在这边四个人面前 就强杀掉了一个 天使这个大招交的 还可以 可是老鼠这个 身丹玉宝啊 还是被杀了 王牌 你怎么不如对啊 这个时候恶魔 瑞兹已经过来了 哎呀 这惨不忍睹啊 好痛的瑞兹 这个村主是把这边三个人 全部拍在地板上啊 不过我发现 厂长已经503了 对了 他的装备蛮好的 厂长的螳螂现在 是 弹刀和残暴之力 厂长之前的 螳螂的出装是出那个 哪一个 冰拳 冰拳啊 对的就是耀光合成的 冰拳 听出来的时候可以减速 减速再减速 对了 呃 那个装备 是在 卡兹克大招还没有被削的时候用 是属于一个半坦型的卡兹克 就是蓝队 然后冰拳 肉的不要不要的 然后大招开出来减伤50% 然后又一个缓 然后又冰拳的缓 这是有点很新的 Q的缓速再加上W的缓速 基本上追到人的话 没有任何人跑得掉 对啊 而且你打不动他 然后他收到一个人之后 他又可以跳下去 对的 但是现在这个版本 确实是卡兹克只能出全输出了 然后我们公司的某一位教练 依旧在沿用 像一个 冰拳的手段 这样有 好用吗 不好用啊 现在肯定不好用啊 因为现在都不升级大招 而且大招也没有5%减伤了 那现在减伤是多少呢 就没有减伤 一点减伤都没有 完全拔掉 对的 完全拔掉 然后稍微提升了W吧 W的 减速从之前的30%提升到50% 还不错 然后现在的卡兹克更多的版本就是 女生W 然后6G也是W 不过我还是比较偏向女生女 第一是 就是飞的那个 为什么 哎这边 那没大意了呀 你的女生卡牌开大 是可以看到的 这下路给打千 都是打的还不错 可是12比3的人头比 能打回来吗 水枪打大炮能奏效吗 三个水枪是直接把对面淹死了 nice 哇这波下路大赚啊 小伞拿掉两个头 而且突了一座塔 对 挺好的 而且刚刚他们也把老鼠给收掉嘛 这时候如果再有条小龙的话 OMG就爽歪歪了呀 嗯可惜小龙做还要久久复活 你再接近 20分钟 双方经济差是5000块 1G是领先的5000块钱 对 OMG是成功了 成功的敢打了一波 给自己一些翻盘的机会 在我们先聊之余 没想到就发生这么多事情了 是的 先看一下他会怎么gank 因为其实 打起团来的话 螳螂的 这个英雄的作用 真的打不好的话 不如皇子的 毕竟皇子EQ加大 怎么打都行 但是螳螂就很尴尬 他一旦位置切不好的话 他队友可能使光了 他还没有进场 对就很积极 因为螳螂是属于收割型的一种 对啊 他也不可能那么早地去当一个弹息的伤害 不可能 还好螳螂现在是十一级的 应该是升过一了 他的翅膀已经长出来了 如果在十级或者九级的那个阶段的话 他没有升级一的话 团战他也很难收集 对啊 没有一的双战也很难收集 我刚才想问你说升级之后的效果 因为我不太玩 螳螂是什么 他的升级效果 螳螂的大招是 不升级的话是隐身两次 先飞过去看一波 黄牌切 这波切的还是比较的快 能被勾到吗 哦 闪现 可是这波本来他不闪现也只能勾到小斌 鱼肉反打一波 老鼠隐身上去 一下能死吗 还记得没死 这可能不够 螳螂的招数 先是大招 大招是隐身两次 三秒钟之内可以出发第二次 对 升级完之后是 连续隐身三次 之前的改动版本是在隐身状态之间 下是减伤50% 现在是把这个效果拔除掉了 啊 W呢 是 是一 他没有升级之前是一道 一道 飞弹飞过去 升级之后变两道还是三道 三道 那再升呢 没有没有只能剩一次啊 哦 好的 这时候 看大招护身打这个 大哥直接被修掉了 大哥再见 大哥这场好惨啊 我估计他选出一个 蓝博真的是想counter一把 想秀一手 但是 结果反倒被counter 就是 那个什么不行反背什么 诶 我知道这个 我也熊熊没想到是什么 明白 你是故意考古文吗 没有啊 什么不行反背什么 什么反类 反背什么 算了算了不秀 等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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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下给你说下给什么 好的 好的 哦 那你又说别的啊 没有啊 我说的是很正面 你要确定哦 你有看过那个 哪一个 就是我们 群众自制的国文四级考试吗 嗯 没有 国文四级考试 我不是很了解 就是说比如说有个人跟你对话 对 小明 我爱上你妹了 然后小明说你妹 你爱上我妹了 请问 请问到底谁爱上了小明 到底是 到底是爱上了小明的妹妹 还是对方的妹妹 好 ABC3 哇这个 这考逻辑还是考国文呢 很难 很难 你妹 你爱上我妹了 而且我刚还以为他们要吵架 没有没有没有 因为他你妹出来了是不是 对 我 我觉得 中文骂人 很有趣 不是你妹就是你吗 是 他还蛮蛮蛮喜欢问候语系 这样不好 这样不好是吧 哎这边勾 哎呦勾到了一个大棋 飞过去 开大招 这个位置非常nice EDG 从三面直接爆撞OMG 卡牌是选择了一个非常猥琐的小角落套子 鬼步 鬼步开出来 黄牌能定一下 但是又在 他对出来 闪现 这一波 卷毛是复制了 大棋上一场的悲剧啊 一个闪现加哥非常的潇洒 可惜这个连小兵都没做到 我的 空气 这里 各种闪现 满天飞 无状态是先手被杀掉 卡朗此时已经化身为死神 再进 再进再进再进 再进再进 再进再进 厂厂现在能出来吗 他位置 啊 冠现出来 他被布鲁吉他 这是得多稳 如果说我的话 我 我宁愿被他杀 我就是我可能会临死挣扎一下 但我不会叫闪现 对 因为我觉得闪现是用来杀人的 他不是用来逃跑的 不过还是求稳嘛 你看他们这个整体来说 才死了一个人 对 又拿了一条小罗 诶 蓝博子送过来 又开了一条 诶 完了 这个卡牌大开的 让昌昌一点绝望 可是大哥能跑掉吗 跑不掉 诶呦 这就是一个一换一 成就了纳美的暴走 诶 刚才那个配合不错诶 因为其实那个匿命 是没办法飞到那个距离 他就是特意开给他 开给大哥杀这个人 对的 他就是开大开视野 因为卡牌的大招是 可以 看到对面有五个所有人 无视 而且对面如果是隐身也可以看到 是啊 无视隐身单位 是的 然后开一个视野 让蓝博有机会是 杀掉对面的厂长 对厂长的仇恨有点大呀 诶 所写的厂长嘛 毕竟他这场这么凯 因为他刚刚是607的 是 不杀一下怎么行呢 毕竟 一个终结的话钱还是蛮多的 诶 我觉得玩这游戏 你知道吗 有时候有的人他没死 可是他就会很嚣张 就好像一副挑衅 说你来杀我啊 然后你又杀不到他 这个很神奇 然后你就会越来越气 对 最后搞到我自己都实行疯 我才发现原来 这是他的战术 啊 对这个其实就跟 瓦岛之间教我们 如何 观众朋友们 下面这段话一定要听好了 如何在一区 就是在黄金分断 因为很多钻石分断的选手 打黄金分断都有点受不了 受不了什么 就太坑了呀 白银和黄金分断 观众朋友们 下面教大家一个神奇的招数 在白银和黄金分断如何正确上分 正确的打开方式啊 首先 你选择一个线上的位置 其次 你要在线上把它单杀掉 然后你跟他打字的说 其实你打的不错 但是你们家打野老师不来包你就不对了 然后对面就会觉得 诶 你说的好像有道理 为什么打野不来包我 然后我就会问 然后对面就会问 打野你为什么不来包我 然后两个就吵起来 然后打野就说 我靠你自己逼一一 然后被对面单杀 还怪我对不对 然后 然后两个人就吵起来了 然后对面就投杀了 这真是一个 好招数 好套路 这个招数一定很好用 我是轻轻轻力实践给你啊 好先看一下对方 这个位置 leveling的框大 框大还是比较有效果 可是对面的伤害已经是太高 下面 后面一个人打了两个 这里 因为经济差距已经来到了 快一万了 对的 伤害差太多了 看到他们可以是说 看到人就要打架 小伞这两场都选 对于做大这个人 可是感觉效果不一定是太明显 好痛 哎呀 抓了个干锅 纳美还得继续输出 没办法 这里不够 一直都在谈谈 以我对EBG这场比赛的尿性来讲 他们退完之后他要怎么 不过也确实指定 因为之前的EBG是 我退完一座塔 我杀了你的人 我满状态 我还要回家 哦 卡贝开得大 不敢传呀 五个人合在一起你怎么过来 合体 合体技 这就是七个胡萝卜合成一个 哼 像我这么屌的还有七个 哈哈哈哈 好回家了回家了 等下不满状态 可能就要逼个大龙 让OMG他们过来 他现在大龙跟金眼事实 做的还不错 然后这波回家的话 OMG也不敢贸然的开大龙 肯定是先把视野做一做 把视野做好以后等着EDG上钩 不过以EDG这支战队的风格来讲 很难很难 非常难上钩 有可能OMG反而被EDG反打一波 对 可能就是一个被引诱 OMG其实这个战队的风格跟 哎 闪这个部分 被包围了 是小伞对国 也然成为了出口 这很痛啊 小伞明明是OMG 战队里面 除了大气以外最高的 怎么反而成了短板呢 又被碰到 刚说完 两个高个子全部死我 小个子的密歇 约到人的战斗 一张黄牌被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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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这时候大气拉了一个 这个时候卷毛都可以单挑 对面的大哥 真的假的 摳尔罗差一点血 没能被收掉 哎 还想打吗 就是不给你回家 开打 哦 大哥怒了 卷毛就要闪现 大哥也就要闪现 你闪我也闪 怎么办 来个缓速来个缓速 卷毛 卷毛让你浪 诶 要烧掉了 死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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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 可以吗 总会跑到 哎呀 还是烧掉了 太可惜了这一波 不过他队友已经开过来 不过纳美即使赶到 开了大招 呜呜呜呜呜 这个队他屁股一顿红 诶 诶 诶 怎么没有把他打死了 死了死了他突然 他把任何弄给遇了 哦 因为毕竟他已经十个人头了 他不需要 他一直能没交 他AAAAA A完之后他原地不懂回家了 有啊我有看到啊 对后一了一下 对 哇 现在两个魔王 我们的 雷姿 跟 老鼠 是 又惨输出又控 然后老鼠又可以这样 圆圆 这场刚刚都还是carrier 这场大哥的数据有点差呀 372 嘖 那你 那是不是换 大哥要 大概卡牌152 152 都还蛮惨的 OMC对场有点被屌打的意思 感觉要比你了 哇你刚刚看到发生了什么 蛤 场长原地不同在A兵 打7往场导身后Q了一下 看场导被动 女药没有破掉 我都醉掉了 都醉了 打7将我都预判的这么准了 你怎么还不动呢 诶 现在 我们的 武装他还在上的带兵线 这个是故意引诱 但是EGG明显不上当呀 能不能是假装被抓 然后想EQ 往卡通锁 然后 支援过来埋伏里面一波 场长这边倒是非常容易 强梁讲 你们这点小心思 我还看不清楚呢 非常有自信啊 而且刚刚就扫了数没眼 诶 互相的吃惊 清 清 清理视野跟站立 把当狼这边视野交一走 哦老鼠这一波 仗着自己有女妖 但是卡牌开大了 看到他有无敌 没关系 那没着不闪现 被框起来 ETG 反身再打 这波ADC先手背秒 不过没关系 ETG这边输出已经成敦了 已经 大哥你顶不住的 再见 场长又是切上来 又一个夜 打一波 空中 哎呀这个W空了 可是无状态这个Q有点着急啊 Q歪了 是 哎呀 刚刚 无状态是闪现 一闪 小妖一扭 一个牌就绕到了自己身后 对 刚可惜了 那个 U在追人的时候 他被布隆缓了一下 不然他应该有机会再把 卡牌定住 这一波无状态的一些操作 已经很亮眼了 他在ETG在疯狂追他们的时候 发现老鼠不在 已经 察觉了一些端倪 马上就开大招 第一时间开大 而且是 虽然说 不能说第一时间秒掉了老鼠 但是算是比较快的 先是秒掉了老鼠 可惜 这个可以说是纳美 他真的太嚣张了 太浪了 太浪了 我觉得纳美 平时打联赛的时候不是这样 可能是因为今天比赛比较轻松一点吧 线上赛 线上赛 当然了XDS也是我们官方 以及LACE联盟和腾讯官方 唯一授权的线上的比赛 是的 是的 所以还是线上比较 正规也是比较大的一个赛事 对 毕竟王校长 对啊 王校长 不要说 我要喊他一声爸爸 那我们看到IG他们也进行 等下就看谁 然后晚一点就有机会 多想爱你 哦 是这样吗 好 那这边EDG的话 是拿掉了这条小龙 大龙这边视野控一下 发现对面一个野生的皇子在那里 诶 你确定要在一个人在 哦 EQ上去 皇子灵活吗 还是哪个人 不过蕾姿 蕾姿 蕾胜了过去 没有能抓到他 诶 跑了 跑 开大招 空到 皇子EQ走 好吧 还是放弃了 开了鬼步跟大招啊 嗯 没有鬼步 他没有鬼步 我看错了 我记错了 我一直以为 因为他一开始 戴旋边角的时候 他戴鬼步 结果没想到他 我刚刚看了这么多次 对不起我讲错了 他两波 戴了 闪现了闪透 他又站在第一个 有无敌你就敢这么浪吗 你还是要死啊 还OK 还没死 这个位置 U从后面切入的非常nice 直接把OMG后来全部隔转掉了 骨状态和小伞 根本打不出来任何输出 被厂长一波收得拿到双杀 哇 U这场嗑药了吧 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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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面投降了 哇 哇 OMG投降 恭喜EDG2比0 好的 好的